打出效果了 一个失误 崩就回去了 其实每波开局都是有审 名是银 大乔碰出来了 大乔的老夫子 但陈东西上会不拿 厦门VG的大乔目前五场全胜 RH紧跟着就会是一个蒙田加苏尔销 就照你这个目前的英雄池来看 小羊猪 染入武阵 班位不够用了 这个蒙田根本没法处理 他处理不了 他没办法处理 太多东西了 还有不想把大乔直接给到一句 干姜 给你不成 干姜扎这个孙上将有明侍影啊 明侍影的被动可以给他回复啊 同时有大招 他们这把 首先是这局是对于前面的 以他们今天的配合来讲 对VG蛮考验的 大乔体系更是配合 我们今天的小事物确实是有点多了 还有小蕾的个人状态 对他们 你说你正常你百分之六十多的暴君控制率 跟百分之六十多的主宰控制率 今天连百分之四十都不到 就今天其实都没有什么中期 他的中期一直是被关着打的 蓝链王 搬掉 然后紧跟着的话 飞机上会处理到的一个鱼姬 抗压的 鱼姬加干姜 就下班飞机很喜欢拿就是鱼姬啊 加银振啊这种双破 是的 这把他拿干姜 我也就是跟蓝拼爆发了 我想一套把你这个小养猪的双热箱给了了 VG这个阵容拆电梯的能力不够 就现在只有蒙田一个强制位移 AG这个阵容不够 AG这个阵容不够 对 只有一个蒙田跟一个双热箱的爆发 看看后面 明镜只有一个减速 上雨来做前排 用自己的被动多扛一扛 但是跟蒙田硬碰硬的话 而且是一个有名摄影黄链子的蒙田 好像不太够 能不能配合好坐上电梯很关键 这个阵容很完整 具有心 那就是用爆发我不拼墙之位移 是的 这个阵容很很完整 到后面甚至可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就在比先 就是他也是一个推进体系 是 拆迁半可以说 手非常长 蒙亚加干姜 蒙亚打蒙田 蒙亚没有明摄影的情况下 拿蒙田没有什么办法的呀 除非他很肥很肥 这把他带什么招牌技能呢 这把倒是感觉可以带个急跑 因为对面其实控制没有那么多 他没有必要带进化 也就明摄影的一个减速 然后菊又金的控制 蒙田未必能开到他 他对线倒是可以 但是 这把 伤害量有点问题 就是中期 除非这个肝杖特别的顺 然后特别顺的情况下 出道回响 然后把中左中右的视野全部都控住 然后让蓝自如发挥 这局他们不可能特别的顺 问题就在于 别人蒙田加明士尹加银正这种组合 还有菊又金 这局的VG前期拿不到优势 就上周开始 孙二香加明士尹这个小养猪的组合 拿出来胜率摆在那 明士尹这个英雄一击跟个鬼一样 你是没有办法去处理他 鬼谷子说你把我放哪了 因为一般的英雄 一击就一个技能 明士尹一击等于有无限的技能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在一击的强强力度不一样的 主要是他扮成座之后 我们以往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装备一个挂件 但是他其实现在也算是个远程型的 算有输出的一个 你一定要明白是我牵着你 谁是主人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懂了懂了 好的 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成都 AG超王辉的赛点 蓝色方 AG 红色方 下门VG 我是小鹿 我是李久 这局比赛2比0啊 就是VG今天的 首要的目标肯定是想办法赢下来 对 就算是赢不下 也不能3比0输 小分 受不了 主要是我们 强调了很多遍 目前A组的后四名 近身份咬得太死了 哎呦好痛 大乔的基础伤害值还是挺高的 没记得结果反进了 明镇先给个1 没事 第一时间没过来 大乔给鸡飞 蓝成功手下来 没事你说往左走了 去看了一眼自家也去 球稳 这样的话有点稍微影响 只有今的刷野速度 结果没反成功的话 然后 艾斯往下路去包了 跟过来 翻滚一枪 下门飞机这一把的侧重点 终于放到上路去了 要去打蒙田 大乔是带着这个蓝 一直在跑 但是打蒙田包了 蒙田找稳健的到四 基本上你想杀他也不太容易 下一波兵线就到四级了 三级的蒙田的蓝已经到四了 这波菊佑金没有四哦 就要考虑一下这波怎么说 哦 QY直接被秒 居合晕道 被蒙田顶了一下 然后究竟跟了一套 秒了 这一波是 陈多威超会协防做得很到位 是直接爆了个野区武林 哇 转转向放了下路 但是这波 离离远上谱 你知道吗 就本来觉得厦门飞机 已经是做好了冲 就前面的那个时间差 又荡然无存 就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 就是他们每次有什么感觉 出拳 他那一拳吧 就到一半没有力度 我的感觉是 他的 手跟不上他的脑子 其实他都有部署 他都有想法 但是执行不到位 但是知道做不到 都不知道 这个问题比较大 而且这样很憋屈 这个 抢四的优势反正是没了 这就要再紧 蒙田倒四直接过来篮区 四打三 行政开大 直接顶上去就完事了 再戳 交闪 那闪出了能秒 但是他收回来 没有继续往前 打上一闪 顶进来 顶了一手之后 配合到篮 这波打得还不错 萌亚开起了一键呢 把笑颖和英诺的位置给逼退了 一个人顶在前面 一扛四 这波扛不住 接不住了 三连决胜 这一波 A.G 这波确实在怪 就是项羽从背后落下来 非常安稳的 来了一个一闪 然后配合到篮 这一波的话 刚刚如果说VG的开局 那一波反进A.G的篮区是 感觉是手跟不上脑子 这一波A.G是有一点 太大腰大摆了 他把VG现在这个干将的伤 还持续输出 包括这个萌亚的一技能 当不存在 他们其实这个阵容 如果进去反的话 还就是两个点 一个点是反完赶快走 一个点是蒙田架住正面 等一下我们先看 这是上一波 仔细看 这里 击飞迎阵 蒙田先顶 再戳 蒙田没到四的 这波是项羽也没到 然后蓝也没有直接刮进去四级 再看这一波 扫到这儿都没问题 把技能都交给了大小 都没问题 但是被包了个明明白的 背影和小年的位置 三角形夹击 他们有点太 这波是有点高估自己的阵容 在这个时间点的强度 是蒙田架在正面 这个时间点 OK很厉害 但是你一旦腹背受敌 你就受不了 就是刚才是项羽包左 蒙亚包右 就是蒙田在正面没有作用 其实本来蓝色方入侵 红色方的这个蓝野区 是比较好撤退的 但是他撤退的口子 全被这个蒙亚和项羽 踏住了 他们这个进 只能怎么进啊 我跟你说 就是进去之后 那个蓝拿了赶紧跑 就是唯一的办法 你真的被包了后面 就是不好弄 就是蒙田压进去 大家反反完赶紧往后退 现在成都卫昌 要再想进 厦门VG的野区不好进了 因为大桥到四级了 主要是蓝拿了三个头 对 这一下子三千经纪了 QY这把得站出来 允兴出来了 前两局有点隐身 让这局真的要站出来 是个机会啊 这一波开局 对于厦门VG来说 非常不错 可怀的位置 飞 消闪 反滚再一枪 拆火 然后又远处法阵 取消了 闪也不够 没传 项羽 死死的盯着蒙田 不让他来正面打架 4分40秒的红BUFF 直接给到伊诺 这把 其实只要因为这个点肥 还是比较好打 因为正面是突破不了 其实真的为了去处理他的办法 就是QY进来强切 但是艾斯这个点 他一般是做机 他不做敬畏荣耀 就是这局看他做什么 其实他这把的话 因为对面也没有什么破格性的英雄 就一个干姜 也不像什么东西 他其实可以考虑后面 出个星拳 可以 完全可以 对 如果最稳的就是敬畏加星拳 但他们一般会喜欢做个 激 倒也无所谓 看他这把的选择吧 小年在草里被探出来了 反滚再一枪下到半选 很痛 但小年可以依靠自己的赤怒之 试野 闪 一闪 霸王斩 再给个鸡飞 伤害不够 蒙田来了 如果开的位置可以 小年这个位置落下来落得很尴尬 他进不了圈了 自己被钢在正面 大桥也被逼了个闪现 这波绕的是好的 但是开的时候不好开 没开到 没有顶到孙二香就没办法 没配合上是一个结局上的 带压进去补一枪 顶墙 再来一枪 是蒙田打蒙呀 正面孙二香的位置还不错 刚才两箭 不够 还没有层数 他有三个助攻 但是还是不够 因为他装备不够 只有一个魔道之石 加一件小的专精装 对 剑种 这局到后面 明世影一旦切黄链子 有大招 自己再有个被动的回血 不带咬杀 就算现在很难杀 对 就新的明世影 虽然削了一点他的一技能的减速 但是他的被动回复量其实是提升的 对 打续航 中期容破率是更高的 不影响 强还是强 还是非半必选 看一下这波 一闪 距离不够 然后大乔 摇人 摇人 小年出现这回稍微有点尴尬 他要往后撤 要背靠高地 被烟给逮到了 这波摇来的人不对 这波如果是上雨一闪顶到 摇来个蓝其实是有机会的 一闪没顶到 摇来个蒙呀是没有用的 蒙呀 在这个阶段是他爹的玩具 但干江和蓝 见这个大刀位置他也不敢随便落 对 他这个蒙天直接闪开 中路直接压掉了 这是七分钟 这太快了 蓝啊 蓝这个点啊 得想办法动一动 QY前面拿了三个头 其实他一直在发育的 对 刚刚那一波没有来参团 其实没有问题 但是手中的时候 转回去的时候 没有人接一接 刚那一波其实我都觉得该来 我跟你说真的 就是你不来也行 不来你单发雨我也能理解 也没顶到嘛 问题是刚刚也没来 但其实真的拼 你过来拼一波也能拼的 他可能想的是在等一等装备 或者是觉得那个大招的位置 没有离这个防御塔够近 问题现在的情况下 AG的明世影 算了箱告诉你 我在等装备 你在等什么 真的 你等明世影跟算了箱装备起来 你在等什么东西 翻滚 一枪一闪顶到霸王斩 晕两个 没有后续跟 没有人跟 续航 乃回去 这个大招怎么落 这波这波VG又是脱节的 上雨单开 后面根本没人跟得上 AG直接站在这个大桥的大里面 蓝 自己一个人进来切 两个 强切无间不摧 自己也走不掉 强换 不一样 厌反 破墙 两剑 逼艾斯一个闪 闪先 这波就属于是硬切了 就是经济优势够大 强行切死了 让我看有没有回放 看一下选手的走位热点图 其实不太好切 这个线段 有了大的 它是鸡 对 是鸡 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对对对 它们不出 它们不太出境位 如你所料 对 但是其实 感觉还是不太好切的 现在蓝什么经济 所以现在这个点黄链子 加一个大招 其实它已经有点难切了 蓝现在是一个反上四甲 加一个暗影战斧 然后它不双斜 它经济其实是很好的 对 两件套 艾斯做鸡影的话 我们就是让一诺这里多一两下 这局的话 他后面其实看他要不要做新拳 主要是 他有时候比较喜欢做那个新招之剑 我觉得要看时间 以及 看 QY给的压力大不大 对 这一波QY在草里 躺 但是个蒙田啊 把它顶到了龙坑上 伤害是完全不够的 刮他没用 更何况边上还有一个明视影 对 这句如果QY给的压力够大 艾斯要考虑出个性权 如果压力不大 那新拳之剑就够用了 其实我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看到下面 比起他的大挑战是百分百的时候在结合他的 控龙 就是其实这个队伍他是先下路开节奏 然后QY自己打个人的 包括他们前面是一直上的打也是加 其实QY这个赛季 他上的这个场次 我跟你说这其实就是 怎么说呢 你只要去思考这个点 其实真的打到 有一些强队的时候 你在下路上去开节奏 就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这下路这个位置是属于我 我打不出优势 可能是可以的 但我不被你杀其实是可以做到 对 龙在矿我蒙田架正面 刚出看QY的位置 QY被看到了呀 你这个位置被看到你怎么进来 被放了 感觉硬刮 一个进来 再推 回推推了个明示影 被秒了 被描了 换掉 背影再顶 这顶不错霸王斩 斩出来闪现过强 往前再给一枪 一换二这波VG能够接受 好像找到那么一点点节奏了 下面VG 他这波很有意思 他把明示影推回去之后 没有了明示影 算上伤就没有办法打得太舒服了 这是也是个巧合 但是也确实是有一点效果 而且战场被分割开了 刚才是左边一边 右边一边 看一下干将的装备 已经有一个法船棒了 对 他现在是回响法船棒 而 成都一场会这里只有蒙田 身上出了一个永夜 然后 明示影在 小剑 神医斗篷 还要再出个不死娘 但是因为厦门VG他的中路一塔掉太快了 所以即便刚刚这波团战拿到了人数优势 他没有办法夺取更多的资源 能做的就是四一 现在 这么打 其实经济咬的是很死的 但是其实不太能解决问题的是他完全遏制不住一记的发语 就是他你拼八远其实这把是拼不过的 因为到后期你就只能靠大桥去运营了 你打架时一定打不过的到后期 可是如果拖到十八分钟二十分钟风貌龙王的是有大桥的优势 他带现上 所以说只能靠大桥嘛就到后期 再拖龙这里拍飞了三个 打架时肯定不好打 挺 又是双C 这波顶得真不错 这波来跟上了进来刮 逼闪 是的 关键抢夺 这边是瑞扬把龙抢回去了 抢到了但是 几方倒了两个人看看下半飞机有没有机会中路这个一塔 摸一摸 背影开得很好这波 平正 用自己的大招扫 我觉得 艾斯跟伊诺这里要注意什么就是两个人特别是艾斯这把 他不要跟伊诺站得太紧 就是你不能向于顶顶到你们两个人 就比较麻烦 因为这两个人 像明侍颖他是没有什么自保能力的 他也没有什么控制 只有一个一直能减速 对 但孙热香他的翻滚其实更多是要补伤害的 他主要是他得把那个大招交出来 他被动的一下回血 向于一下空到两个人的话他交不出那个治疗 然后蓝进来是有机会杀的 对 这两个人不能被同时晕住 不能全部都被卸了胳膊 对 我们看一下啊这里 如果孙热香没被晕住呢肯定最好 如果孙热香的话最起码明侍应该保他一下 顶上去 直接顶两个 然后蓝直接跟 这部QI和贝影是配合的非常好 然后QI有一个重新苍穹进去扛了一波伤害 哦 又来贝影再开手 但是因为卫阳刚刚把这个暗影竹宰给抢到了 所以兵线上包括这个中路暗影之境 他们在这打着百分之十的免伤 是的 是慢慢来的 迷诺这里还没有换抵抗鞋 所以要稍微小心一边 他现在攻速鞋上语控的很久 看看孙热香的装备啊 最新锤然后 武器鞋 他输出章是齐活了 他下一件最后一件看他出什么 应该要补一件防装 是做护甲还是做磨炕 甘江这个装备 感觉磨炕可能更好一点 是的 其实他后面换个抵抗鞋 为什么说VG不能脱 拖到后面你打团真打 拖到后面的话抵抗鞋一换 明是你的法强一起来之后 VG再想切这个散热香越到后面越难 打不动 他们只能靠大桥去慢慢的去运营拉扯 小蕾被淫正直接扫残了 赶紧缺大桥这波不在 电梯回家 下路兵线也不太好 但是上路的兵线 VG的大已经 VG的兵线送到1G的高地了 朱鑫上路露头了 这个龙 下门VG 真急火蒙田 也扛不住了 往后闪现 那这个没了 背影直接倒 甘江 三剑 直接秒了 把军阶刮死 出现问题了 朱鑫直接刮死 然后紧跟着 孝颖也倒 首先是上路的兵线一直没有处理好 所以刚刚龙团的时候温阳不在 然后孝颖的大招已经全部都给掉了 给了大桥 但没把他扫残 对 然后紧跟着是干将 末将这里 三连发 我们不要认真了 孟亚二技能先减速 干将继续再给剑 持续给消耗 蒙田比较刚得住 他还是很肉的 有黄链子嘛 对 但是 这么打 BG就可以无限打双消耗 老师一直在给你打掉点 没推到 蒙田霸体 那高地能拆 再摇人 满血再回来 无限一波流 噢 响影 冲点点靠前 这个突然的转折点 其实就是在龙团那里 主宰坑 对 从那波开始 连续的掉点 就是那一波 项羽顶了两个 是 蓝进场 那一波是致命 升级了专精中 太谷剑种 一路换鞋了 抵抗血 最后一件防撞 也是要做抹抗的 这个干姜呢 伤害有点 遭不住 龙要放 都在给了 看经济啊 现在最直观的就是经济了 已经反超五千多 五千了 其实中期咬的是很死的 然后一旦陷入到这样的 拿双消耗的阵容 VG的空图就很好做了 现在就是把视野押住 VG这个点 如果他能把视野押住 最起码干姜这个点 能更好发挥 这局末将的伤害 达到这个时间段 就非常高了 但是先补了一本闲者 银震也有法权棒 现在陈诺温窗 会出现的一个难题 是他不好开团 是的 谁开呢 他们本来是一个 打出的时候慢慢压着打的 他是个冲锋流 就是银震大招一扫 蒙田直接 开了个大招 已经顶 不能视野被压死 手太短 被压死的话 小蕾还出了一个行召之箭 我可以探草 我还可以检里素 你往哪冲 S型拳 要做 跟你一开始预判的是差不多的 不做有点保不住 本来是觉得可以的 但现在局势从那一波主宰坑的团战 哦呦小年不过军啊 你生怕打不死蒙田 艾未央的位置 顶上来 绕后进来 一箭 找甘江两段叶法 没中大招 强行刮 不探视野不找人 在西口 蓝场进场被决定到了 可爱 撕血 好 大多摇人 这电梯坐得很危险 这波是被包饺子了 绕得好 这危机没有意识到 这波是直接就压根 没有去找那个蓝的位置 甘江一旦被击杀 没找旧金的位置 对对对 压着力就不够了 好在是 现在没有什么中立生物 这是下门的位置 比较能接受的 对 是马上刷一条暴君 14秒 这个位置打龙 你说不好谁占优势 虽然说隔了个河道 但是在河道这种位置 其实也看到了 项羽是比较好去顶 那现在这个局面 陈多一超会面对视野压制 他应该怎么去破局呢 可能就是靠一点一点紧 银正跟甘江我过去 其实他们就是不要被封在高地上 其实就还好 因为银正手给我扎着 甘江现在就是 不是甘江 蒙田现在其实够肉 呜呜 徐又金 绕到侧面 伟扬又找到末将了 两段厌反配合一诺 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五打四 蓝不在的 摇了个大招之后 蓝没有过来 蓝想干嘛 偷家吗 没冰线啊 他想提前这卡 回房 他想绕一波 黄前大要结束了 顶着 依然是切了方圆阵的 随时准备好 你从各个角度 杀出来一个蓝 是的 而瑞昂美波 举又金绕 后把甘江切死了 这是蛮意外的 对 因为其实后期带线能力上 程度A窗户 是他们的短板 徐又欣这个医生 就是不具备前后排的能力 他也带不了线 而VG他有大桥 有蓝 但是VG一直在打团 他为什么有大桥的这种 打团总是少人 其实是最有趣的 CY把他偷掉 三高全破 老家 这没办法 因为没有什么强制卫宜 对 只能看着他走 除非一套爆发舍得交 然后亦安这里还得补装备 因为他魔抗做得多 护甲不够 他就一个爆裂在前面 对 扛不住 他出了个不死鸟 还出了一个咏夜 这波是没找的 顶了三个 哇 魏央这个位置真的刁钻 是的 这波 是刚才那波吧 对 哦不是 在前面那波中 对对对对 又是绕过来 人群里一见 人群里一见 十八分钟了 然后切回来正好到十九分钟半 这个暗影主宰拿不了 已经顿入黑暗了 等 风暴龙王 小年换了个破晓 破晓加破军 还有暴力 不然他实在是打不动一烟 暴力还能给他加点移速 哦 上路动手了 两个人围一个 找到了落单的尾央 强行击下 反蹲了一波 他想要去带一下远端线 在草里藏人了 是 这就是菊又金后期他带线的一个短板 对 他不够灵活 他也就两端眼反 一跤好 没位移了 听说其实不太好带线 小年吃了一枪被顶到 一下戳死 小蕾这边补了个孟爷 那这个龙厦门危机要不要拿 他吃了一枪瞬间残 走位太凶了 这个蒙田其实他也没什么出风 都是肉装啊 但是他吃了三两张一枪 对 没办法 就蒙亚为了打死蒙田 除了破晓加破军 蒙田是补蒙亚人头部的飞快 两剑 几十眼 全中 慢慢紧 主要是他们兵线不好 所以现在也不太好去接当这个龙 我觉得他们最稳妥的做法可能还是 没找到 带线 应该是练探了一下 找到了 嗯 开始打四一了 于几九二十 没有必要就像小路说的 你老去应接那个团 三路高地的优势加大桥 其实你可以随便带线 而且菊油精带线并不厉害 蓝可以慢慢带的 不用非要正面比谁的拳头更硬 这有容错 这是二十分钟 就是一波团的事儿 三路兵线你慢慢拖 现在拼超级兵 那也是VG的优势更大 找到了个伏笔 哦 魏杨一会儿要天穷过墙 切末将 末将瑟瑟发抖 或者有没有可能切小蕾呢 我觉得可能切大桥也挺不错的 他这局是可以的 但是他好像对末将有一种执念 他感觉这个干将比 比蒙亚对局面影响大 毕竟干将现在三个人头五个助攻 八层被动 好上楼藏了两个 大桥这个英雄 在这种时候只要他不漏 他就是威胁 不知道你人在哪 然后正面我可以让其他队友 继续开这个龙 就在这儿逼你 你来还是不来 因为大桥不在 就不敢往过靠 你要往下靠 你怕大桥在上楼 摇个人过来五个人给你加腿 甚至突然出现五个人在你家高地 也不是不可以 AJ的想法是蹲一波 看能不能把上路带线的抓掉 但是下面的技术已经回了 想要激活RUSH这条龙了 要RUSH吗 明世影和孙上山上位已经露头了 这个不太像RUSH的样子 龙击飞 压位置 背影一个人卡在前面 扛视野 应该是要动这个龙了 明世影和孙上山位置离得很远 龙到展察线了 能拿掉 蒙天了顶进来 QI拿到龙 背影刚在正面 QI进来刮两下 先把一眼刮死 但是康林真的大 被7S项羽顶又是两个人 击飞两个 跟一局还要刮 一波零换舞 我萌亚拿了一波三连决胜 果断决定RUSH 是的 用大桥的拉扯 达到了龙王的优势 让我们恭喜 下门VG 帮回一局 完成翻盘 是的 这个MVP我觉得是背影 他的 怎么说绕后 几波 对对对对 就是后面的这个蓝 刮起来会刮起来 那前面其实项羽把节奏给带起来 而且关键的那波顶 就是在中左 就中期的时候 中左河道场那里 他一下子拍到了孙上香加明 是一个两个人 是的 是他把整个队伍激活了 很关键 前面被压制打压得太厉害了 VG平衡发育到了孙上香几乎神装 然后再到风暴龙和沙行之后 他们也终于反应过来 自己带线上有绝对优势的 所以用边线做了一个牵制 打了一波人多打人少 还是不错的 希望下门VG能不能再加油努把力 振作一下 是的是的 来 稍时休息 把时间给到评估计 就在其实我们看到开局 其实跟第三把是很像的 就是VG进野区 然后进出了问题 然后又导致了AG的整体的反压势头 结果后面有些不同了 主要还是十分钟那一波 十分钟的那一波吧 那一波的话虽然说 这个AG抢掉龙王 但是他们的核心点掉了 那一波确实是项羽 开得太好了 像那个点就那一瞬间 往下翻的那一瞬间让他开到了 对 就是项羽这局的话 几波开团都是很完美的 他这个大招 也是晕到三四个人以上了 对 然后VG这里 一旦取得了局势上的优势 就跟我们之前 所有的看到的干将打蒙田 顺风局一样了 蒙田这个英雄 他缺乏对于干将的一个反制手段 因为他很难开团 我们可以看到那几波 就是局务精对于干将的击杀 一波是相当于是两波都是地形杀 对 两波都是地形杀 一波是绕后地形杀 一波是把你逼到了那个 蓝buff的窄口的一波地形杀 让你退无可退 但是更多的还是说 在对峙上差的比较多吧 而且下面VG 其实他们对于大桥体系的 一个熟练度也是非常高的 保持这个赛季100%的一个胜率 很明显 因为他们感觉打得很松弛吧 就是不管是从进攻选择 不慌不忙的 因为高地 就是随着这个蓝把上路高地 拔掉了之后 配合大桥回家之后 你会发现VG的这个兵线优势是巨大的 所以他们一点都不慌 打得很有耐心 对 很有耐心 我就不着急 我看你上路露头 我再动这条风龙 是 这场比赛 反正我看前半段的时候 我给我感觉是 完了 狂人人是要崩子 当然 这都是后话 这都不重要 后半来发现狂人还是狂人人 不重要 不重要 这不重要 重要的其实是VG 我觉得通过这场比赛的中期 能打出这样的效果 真的很不错 本军AVP是给到了QY 蓝 这几他的一个进场 也是因为项羽的一个开团 开得太完美了 对 进去乱刮 包括就是开 在开得好的一个情况下 蓝打双目标 包括多目标 是非常有优势的 这盘还是说在于 这盘我就是正是觉得 在于那几拨关键的项羽的几拨开团 帮助VG打成优势 然后进入平均了 我觉得QY这局 我就也不用多说 确实也很打得很好 但是这场比赛 我觉得如果从关键程度 对和那个关键 如果要决定那个关键先胜 我会觉得是 是这个项羽 是 因为各种 包括最后一波也是 最后一波如果项羽空不到这个多人的话 你也终结不了比赛 这里是前期的野区 去打了一波反入侵 但是AG这里明显是入侵的 位置是压太深了 就凝正的位置是不太对的 这入侵野区的话 大法师 不应该在这个口子里压的 大法师是应该在那个 外面压的 河道那个地方压的 会好一点 这波是很难的一波 我们先看一下这波 上 我觉得AG这个下落双人组 站的位置还不错 对 但是走到了这个死口里 然后在一瞬间 是被这个项羽抓到的机会 一直在盯着 可以看到项羽应该是一直在盯着这个 下落双人组 看到搜上香翻过上一瞬间 直接一闪去开 包括这波 这波是一波不得不打的团战了 因为兵线上牵制的太多了 然后AG这里是选择了在这个口 看项羽 来了 一个大闪 四个 是的 这把项羽真的开得太好 就我们没有再否认QY这局蓝玩得很好 但是确实如果真的要凭一个 关键先生 关键先生 关键真的太关键了 对于项羽来说 呃 关键打对方蓝局好像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然后第二波这个主宰的那个位置也是决定了就是AG整体的一个发育节奏和视野入侵的一个问题 而最后一波就是终结比赛 我觉得背影这几波打下来的话 感觉他慢慢感觉也转回来了吧 我觉得下半后面的话可能危机他们前期的进攻就没有那么草率了 对 基本上可能会把一些开团性的一个编路给到背影去用 我觉得这局其实刘多宜是留了一个心眼 就是我觉得这局的这个阵容就相对来讲 就容错率 实际上跟阵容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真的背影没有抓住那 我们刚刚看到精彩回放的那三波机会 好像也拖不下去啊 代线代不出来 像你这是第一波的一个开局吗 像一模一样的 对啊 就跟第二盘次复刻的差不多一个开局 也是蓝区 然后你这波打完了之后 没有像你下面的那一波回包 好 这是第一波我们说的转折点 对 然后这个位置撤不出来了吗 觉得是被包了 确实看出来入心眼区 可能说吧对于AG来讲需要更多的细节 这波就是位置占的太差了 想撤不出来 这几局看下来 其实更多的是VG去入AG的野区 AG去打一个防守 但这局他们是选择一个主动的一个进攻 在最方面的时候大家打的还很僵持 就是一直到这一波 对 对 这向羽就一直在盯 这蒙田真的以为这个 真的以为这个向羽是冲着他来的 真的好果 是 这一样也愣了 怎么转弯了 然后那波打完了之后就压不住了 这干将中间就 哎 你用随便poke 你这个蒙田拿我干将一点办法都没有 要拦这个代谢也是处理不了 是的 所以才导致这波其实AG他的一个站位的一个速度 会慢很多 是的 然后所有人要去动这条龙王手 被挤在那个口里 让向羽又抓住了一波非常完美的一开团机会 就这把确实能看出来背影 在游戏的中后期的一个抓机会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而且他就盯着你关键C位抓你 是 对 好 好像今天这局的BO5 我又反映过来有点像谁打这种前期进攻 一旦出现一些披露就是对方的优势 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你打对攻局就是这样的 打对攻局就拼的是谁先失误 因为一旦对攻局谁失误了之后 攻手就互换了 再失误攻手再互换 再互换 对 而这一局的话我觉得 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 他们这两支队伍今天的比赛 谁去打一个主动进野区的队伍 都吃了大亏 对 AG的话是不太熟练 对 但是AG其实你可以发现 他们前两盘赢下来的局都是 我防守反击 我打得很舒服 我知道该怎么打 而第三局他们 其实前期是有点小优的 他们是想想进 但VG他们对于防守做的也很好 其实我现在觉得 就是下一局可能双方都不会那么草率的去入野了 都吃亏了 我主要对于VG来讲 他还会辱 因为VG练的就是这个 是 VG之所以能从B组打到A组 靠的就是这个 对 但是我也觉得我同意成贵老师的观点 我今天就是觉得 就包括刚刚那局也是一样 就你不可能说你 可能你进了一波野区之后 炸了之后 等对方在一波 你要知道VG的心态是什么 VG的心态就是我把我每一场打得很好 我不会因为我前面几局失利了 我就怂了 他不是这样的队伍 因为他确实通过这样的方式 他走出了B来到了 是的 包括他上次采访也说 我们在后面的比赛 我们也会这么打 对吧 所以我觉得VG是不会慢下来的 然后对于AG来讲的话 就是我 我是真的觉得整体来讲 表现还是不错的吧 它可以 但是进野区那一波 就是不止的问题 就是跟熟练度是有比较大一个关系吧 他们更多的可能说打线上 是他们更加擅长的 打线上啊 打环绒反击啊 打线优之类的 对 这个是他们比较擅长的东西 然后进野区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在后续的一个训练赛里面 更加的去磨练一下细节 到目前为止 其实这局就是第一局效应 拿了把火舞 VG这边还是 就是我觉得相对常规的两个选择 三个选择吧 就有没有可能下局会出到一个火舞 就把前中期的节奏中 再压缩一点 更紧凑的 给到末将的来讲 末将火舞的话 可能最近的一个胜率没有那么高吧 我觉得周瑜是他的一个杀手键 他周瑜最近的胜率提高五 而另一方面 其实背影的话 也是我们在VG上面 一直忽略的一个点 其实他是VG的整个开团发动机 就对QA来说 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收割 对 就只要 我觉得这个点 其实更好的明晰下来 其实我觉得对VG 下一局要延续那种前中期的强劲攻 其实问题是不大的 而且其实AG今天整体性来看 虽然刚那一局输了 但是我觉得前中 包括到后期的一些小角色 可能带现稍微有点失误 以外 其他的表现绝对是比上场B5更好的 对 这个点我觉得这个我是同意的了 是 所以本场比赛最终会定在下一局 还是有机会看到的第五局 他还要带下来 但是 他也要带下来